桃園莲花季每天都吸引上万人到观音赏莲 今年结合在地十四家莲花栽种业者 展出三十几种珍贵稀有的莲花 多达三十几种珍贵稀有的莲花 结合在全新打造的农事体验往事里 让人大开眼界 2012年开始种植税帘的青农游能祥 当时收集十几种稀有的税帘品种 2014年开始进行培育杂交 更年培育出晴天娃娃及隆重等多颗新品种 晴天娃娃是台湾第一位 在国际税帘记水生协会注册成功 2021年送美国比赛 评选雅月袋鼠杂交类第三名 是另一个台湾之光 第一天它就是标准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纯属的一种 一般的税帘的花态 第二天的时候它中间的花湿 它就整个会延伸出来 就感觉像一个晴天娃娃下面的裙子一样 所以因此我太太她就帮我去为晴天娃娃 她本身带荧光 远远看起来就像一颗会发光的球 现场还有不少适合在家种植的微型碗帘 培育专家们利用种藕来繁殖 植株小巧当年可开花 品种和颜色多样 可以养在碗和浅玻璃 在家就能营造一处小荷塘 这醋子落是用几百颗莲子中寻找出来 其中有一盆它开了七朵花 因为它的第一朵 小包没有打开成功 所以把它命名为醋子落 这种莲花它并不会有莲子产生 所以它以后要繁殖 只能用莲藕或是莲鞭来繁殖 它的花非常漂亮 展期至8月28日的莲花大寨 假日都有莲花盆栽交流展示 民众到会场做的走走逛逛 还可将喜爱的莲花带回家